日本真的是疯狂招手台积电在熊本盖第二座的晶圆厂 现在就连补助金额都端出来了 号称是日本晶片沙皇的执政党议员就透露了 至少会补助熊本二厂建厂金额的三分之一 甚至直接补助一半 不过台积电说还在评估没有办法回应 玻璃帷幕台积电日本熊本厂办公大楼 八月就要率先启用 日本政府趁慎追击 拼让台积电盖第二座厂 补助金究竟给多少 最新也松口了 号称日本晶片沙皇 执政党办导体小组领导人 接受外媒专访时透露 日本政府计划给熊本二厂 至少建厂金额三分之一的补助金 能不能拉高到和一厂相同 有建厂金额一半的补贴 则要取决生产的晶片类型 只不过台积电说 熊本二厂仍在评估当中无法回应 日本和老大哥美国靠拢 封杀中国 不只对中禁令 七月二三号刚刚生效 利平半导体复兴狂找台积电 效应也非常巨大 半导体职缺数量四年来就狂翻倍 但反观英特尔怎么像是和拜登唱了反调 在大陆深圳设立了新的创新中心 七月二十九号正式启动 聚焦人工智慧 晶片应用开发 边缘运算等等领域 边缘运算在有些AI的一些部分 的一些晶片的一些设计上 这个部分目前看起来 禁令的部分似乎并没有 它还是有它的一个市场 这一块如果英特尔也放弃的话 那对于它整个未来在整个一个营锁表现上 我觉得可能会有些隐忧在 另一家晶片巨头超伪 也打算推出大陆特制版晶片 来规避美方出口管制禁令 毕竟中国大陆半导体市场还是很庞大 各大厂只能拼在夹缝中守住商机 东森 财经新闻 张博翔 叶子晶 综合报道 台湾英雄全民加油 体育上市看东森 I will show you